大火公司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視頻 我是9.27 那今天要來開7-11買的 然後它是野獸國出的蜘蛛人系列盲盒 一盒六個 但是他加一個隱藏板是7個 然後 使命必達的店長 他就一次幫我拿了7個 他說有隱藏板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隱藏板 竟然都有 可以直接買到隱藏板 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然後 他這個組起來的話 是組成一個 一個高樓吧 然後就是各種蜘蛛人 都錘在上面 隱藏板是豬豬人 那個豬 這個應該是隱藏板 所以 看一下有什麼區別 其實我看不出來有什麼區別 Secret 這隻是豬豬人 應該是這一隻 如果不是整套的話 那就是 叫店長想辦法吃下去 果然是隱藏板 隱藏板蜘蛛人 豬豬人 後面好爛喔 後面什麼都沒有 野色索的 然後他這個有教你 就是怎麼組裝 哇塞 這就有點麻煩了 他組裝起來是一棟大樓 然後有各代的蜘蛛人 OK 好那我就把這個 全部拆完以後 組裝以後再給大家看 因為這個 還有兩包配件 組起來會花一點時間 好 OK 好 回來囉 那這一套就是 野獸國出的 Spider-Man 的一個 大樓系列 它裡面有 六隻蜘蛛人 它是6加1 然後一隻隱藏板 隱藏板是這個 豬豬人 然後每一個都有一個造型 因為我沒有把它固定住 所以它很容易倒 所以我現在還是先拿下來 不然它倒了好幾次 因為它 有的側邊啊 左邊啊 這樣子很容易倒 所以我現在把它拿下來 然後 它其實裡面每一個 那個大樓都有一根支柱 然後我沒有把它 插好 這隻是唯一一個是 就是站立的 應該就是站在一樓的 應該就是一代的蜘蛛人 那它其實這個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它就是一個 四片這個組起來 上面跟下面扣的 然後你如果要插支架的話 可以把摩天大樓堆起來 那做的就很一般 我認真說是很一般的 然後公仔的塗漆 也真的 不怎麼樣 就還好 塑膠感很重 這蜘蛛有這麼胖嗎 好奇怪 然後還有一隻是這個 它是站在大樓側邊的 但是這個的話 你右邊就要放另外一個 往另外一邊 不然它會不穩 除非你要把它全部卡住才行 這是另外一隻蜘蛛人 還有一個這個 後面有配上四個爪子的 第三隻 第四隻 白色蜘蛛人 白色蜘蛛人 然後它的那個摩天大樓基本上長的都一樣 黑色的 為什麼我對這個一點印象都沒有 有黑色蜘蛛人嗎 這是黑色蜘蛛人 看不太清楚 再來 這一隻 它後面有一個支架 所以讓它有一點懸空的感覺 最後這個是 隱藏版 然後它單獨每一盒裡面都有一個這個 Spider-Man的那個牌子 因為它其實是最頂樓的話 其實在最頂樓插一個就好了 不然你其他的插了你疊不上去 然後這個蜘蛛人是拿的熱狗 豬豬人 這隻是隱藏版 然後Seven的店長幫我用到 然後它這次的卡片做的是這樣子 然後後面是完全什麼都沒有印刷 白色的 黑色蜘蛛人 白色的 然後就是 全空的蜘蛛人 這隻有四個爪子的蜘蛛人 這個蜘蛛人是站側面 然後手上有帶一個手套 看起來又不像無限手套 所以我不確定這是哪一個手套 然後這個就是第一個站立的 應該是一代的蜘蛛人 然後最後一個好像是動畫裡面才有的 蜘蛛人 隱藏版 然後這套就很普通 然後是Seven買的 那有沒有比實體店家買的便宜 我就沒有去查了 然後反正就是買了一套 分享給大家看 這套就是 野獸國的蜘蛛人蟒盒系列 堆起來很高 應該有30到40公分以上 本期視頻就到這邊結束 喜歡我的視頻請記得點讚、訂閱、分享、轉發 按下小鈴鐺會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喔 按下小鈴鐺會叫 acağız